值得一线厂商8月份的营收也陆续公布了 新浦维持龙头的角色 单月营收冲高突破47亿元 月增4.4个百分点 改写今年新高 对手顺达以及加百玉则是呈现下滑的态势 不过在客户新产品出笼之下 预估9月份的营收渴望回到成长的水平 大客户苹果新机发表在即 相关供应链营收普遍回温 加上新一代英特尔处理器Haswell的功耗降低 搭配微软新系统Windows 8 下半年笔记型电脑渴望保持旺季力道 推升电池龙头新浦单月营收改写今年新高 第三季看起来比较正面 比较比较乐观第三季 新浦8月营收占上47.02亿元 较上月成长4.45个百分点稳居同业之冠 猜测预估第三季合并营收上看148到152亿元 计增约三成 毛利率也渴望维持11%与第二季相当 EPS则有机会达到2.8到2.9亿元 优于第二季的2.11亿元 我觉得下半年应该会 在我们公司下半年一定会 好好的大大好好的多于上半年 这我们公司 成功创下今年最佳表现 对手顺达8月营收却只达到21亿元 月减8%年减3.5个百分点 加百域也同步滑落来到4.02亿元 较去年大减23.3%表现相对疲软 发现了关于台课